2點多櫃姐餓得受不了 離開櫃位去超商買點心果腹 但前腳剛走 後腳這名黑上衣短褲男 大搖大擺的走進磚櫃 卻認沒人後 居然動手開抽屜要搜刮財物 看看我們的抽屜 那看抽屜 可能外面有人走過 他覺得不安全 他就趕快出去 發現外頭有人經過 小偷就怕事風被抓 趕緊離開 確認安全後 再次回到收營櫃台前 一手就扯走桃紅色的包包 前後不到四分鐘 櫃姐買完東西回來 發現財務召切 交集報案 櫃姐說八月底遭資遣失業 這天才來代班第一天 沒想到剛領的現金就被偷 店家公布嫌犯影像 年約30到40歲 身高170公分左右 身材微胖 兩度進入貴位 洗劫財物 偷走桃姐的包包 裡頭三萬元現金 幾乎是他一個月的薪水 面臨失業又糟窃 三萬元對櫃姐來說不是一筆小數目 馬上面臨要繳房租還有生活開銷 現在除了報案也只能請大家幫忙救賊 記者謝軍眾受想 先不是報導